我想结婚咋就这么难呢 仰看着结婚了 这又突然变化了 我的房子都准备好了 装修也装完了 酒店也订完了 又开始跳火刺了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然后在生活当中还开始怀疑我了 对我不信 我今天就想问问 这婚今天到底还结不结了 有请这对情侣有请 孙先生31岁来自辽宁各体 宋女士35岁来自辽宁老师 主持人好 好 欢迎两位 您想结婚 对 您觉得没诚意 太没诚意了 所以今天是觉得没诚意的要来的呢 还是想结婚的要来的 咱俩反正都是一起下都下来的 您来的目的是要娶了她还是什么 我指定是办结婚去 好 那您来的目的是要嫁给她还是要分开 我想看看她的态度 现在她的态度我接受不了 咱俩是2020年认识的 当时朋友们一起吃饭 然后认识了 认识的时候她对我特别好 特别大方 她对我好到什么程度就是 都以为我自我感觉 咱俩是有血缘关系的那种好 你知道吗 特别好 然后也特别大方 什么东西都给你买特别多 然后我觉得小伙子挺好 我当时岁数也挺大了 我和她先接触接触试试 天天车接车送 然后送吃的 烂七八糟特别好 但自从触上对象了 整个态度就180度大转变 这都正常嘛 追的时候都这样嘛 但是这个转变 有点太邪乎了 你知道吗 就是我有点接受不了 中间发生了一些什么 一开始就是我为主 我说怎么样就怎么样 但是我们两个去 拍那个婚纱照的时候 都拍婚纱照了 就是今天严小子结婚了 房子都买完了 装修都装完了 打算什么时候结婚 十月份 领结婚证了吗 没领的 我一下子咋也要领证 完事又不领了 为啥 说酒店不行 档事太底了 什么酒店不行 就是一个小饭店 结婚的酒店 结婚的酒店 特别小小饭店 你订的 我母亲订的 她套路我主持人 你知道吗 她带我先去 我带你吃个饭 到那吃饭 问我这个菜怎么样 好吃吗 我说挺好吃啊 你看这环境 我回来普通的吃饭嘛 我说挺好的呀 第二天人家把丁丁交完了 就在那办了 就能摆三四桌 然后她跟我说 我通知你 啥能摆三四桌呀 那一个饭店 就能摆三四桌 那好不好 那你直接买盒饭得了呗 你直接要亲亲朋友 哥马路边上一坐的 这那么办了 那更省钱我告诉你 不是 你要想省钱不是这么省的 不是 问题是 那我之前我也不知道 那是后来 你有啥不知道的 你带我去的饭店 你有啥不知道的 对呀 那你不还说 那饭菜还跳死呢吗 那不就普通吃饭吗 对呀 我也一开始不知道 那你还带我吃吃吃面了呢 那你咋不够吃吃面馆办呢 那你不存台杠子吗 那不 这就 我刚才 知道了 当时订没订 当时我母亲 押金都交完了 那现在退了没退 马上没给退 前行再摆了 他讲那饭店不行 行 那就是饭店的事 打了差号了 婚纱他也是说不行 我还接着找着人 拍那婚纱照那人 还硬是 是 那个是稍微便宜点 但是眼间技术 照相随身都非常好 那个屋都不到五平米就是 真的 就是应该是拍两寸照片 那那么大的 你知道 他让我去拍婚纱照去 我进去之后 我以为他那是接待室呢 结果人家就在那拍 谁拍婚纱照 在那么点地方拍呀 后期都片 那我朋友都是都跟他人拍的 人家都去国外拍 国外拍的 我这辈子是不是就结了一次婚纱 不是国外拍 咱自己啥条件心里没数啊 啥条件不条件 你在镇上省啊 不是个镇上省的 他一个结婚照的话 有啥的 结婚照大哥 他一个结婚照 你拍两寸照片那个那人啊 那是结婚照 我这辈子就拍了一次 不是那咋有那条件吗 你不 那没条件 你直接你找女儿 就给大家拍得了呗 找个公园 我家窗帘就白的 我缠身上 你就让人就拍 那不更想闲吗 不是那你不 你这样省男就往死省 行不行 那你纯不讲理了 你知道吗 我不讲理了 讲点道理 你什么事都是通知我 动不动就告诉我 我告诉你 这个我订完了 那个我订完了 我啥都不知道 我就接受通知 不是 就婚纱照的事听明白 没拍成 对 没拍成现在 还有啥 彩礼啊 对 彩礼八糟 之前都订好了 我还是他家也挺满意的 我这会儿又变化了 又想少了 当时订了多少钱 当时订了十万 给没给啊 给了 他当时说的吧 十万 我就说想要一个戒指 要一个三斤什么的 他家也没说行 也没说不行 他家人说 听他的 听你俩的 你小两口安排 然后这个事就黄了 他就开始给我哭情了 哎呀 我家多么多么不容易 你怎么能要戒指呢 你怎么能要三斤呢 然后就开始给我抠帽子了 哎呀 败金呐 不是 我感觉咱俩结婚过日 是咱俩的事 谁结婚的戒指也不买呀 对不啊 那以后咱俩以后结婚婚 要孩子啥呢 我家父母说了 你这个钱是给咱俩过日的用的不 对不对 是不是咱俩过日用的 他说了我这钱我父母拿走了吗 没说吧 没说呀 这钱不还是咱俩用吗 那我就那边 那咱们之前父母都定好了 怎么说变就变呢 那你啥都没了 那你还找钱活呢 啥都没了 我还不能变一下这个彩礼的事啊 那这个东西就打水漂了呗 不是那咱俩当初验识钱 你就知道我父母啥条件 你当初验识的时候 你告诉我喜欢什么咱就买 不差钱 对不对 对啊 那我绝对对你 我绝对不扣啊 我又不是败戒 我也不是败戒 谁结婚不买戒指啊 我要求过分了吗 那戒指没毛病买呀 没说不买吧 你不买 你不告诉我 你家不承认我 你不说买戒指变线吗要啊 变线你变了吗 你不不干吗 那怎么干的 哪有说这地方残礼了 晚上回头他又变线 晚上还要变一倍的线 啥叫变一倍的线 就是双倍了得 就是之前给他 从十万彩礼变成二十万了 对 哪有这么变线的啊 这钱是不是咱俩 这钱是不是咱俩过日的 是咱俩过日啊 对啊 你花不着吗那钱 咱们这事先放在一边 因为能不能结婚 其实并不在这些 对吧 对 这人怎么样啊 一开始挺好 可好了 我觉得这世界上 除了我爸就卡对我好了 是是是 后来就变了 说带我看电影 必须得抢网上的 每周二的优惠券 如果不抢这个优惠券 不去 平时我想看那电影 冤线上映的 人的闺蜜们都在聊剧情 我啥也不知道 我找他 他说的 哎呀我有事 其实啥事没有 就是各家抢那个券 后来这个电影 后来这个电影下线了 他告诉我 我给你发个链接 可以跟网上看了 下线了 哎 那我很好奇啊 你想看电影 你买电影票 请他看不就行了吗 他大男子主业 不让 不是 我不抠 我对他老大了 我不是说你抠 你拉的 你既然说不买那票 嫌那个什么 他买了票 你看不就完了吗 怎么你还不同意呢 不是 我那会正好单位有事 你知道吧 没时间 你有啥事啊 你各家除了躺着发呆 你还干啥呢 你不就这 不想买这电影票吗 跟他有关 因为你电影票 多钱玩什么 那你还抢那个 有贵券干嘛呀 不是 那都同样的价位 咱说的 能省折省 不是能省折省 那有便宜的 为啥咱买贵的呀 你现在的想法我懂了 你现在想法 就是出飞行之前 我随便行 你看 你看什么都行 现在不行了 啥也别看了 不是干啥有关系吗 电视都别开 我差那电影票钱呢 你差呀 我追求你 天天看电影 你得后劳毁了 一个礼拜 几乎就是必顺化 对吧 那花都花多钱了 我感觉你不加得出啊 你现在劳毁了 你绝对是有事 你知道吧 我有差事啊 我就是你现在 严调结婚了 就是挑我 他现在就挑事 现在 而且主持人啊 我再给你讲一个 而且他之前 他不这样 他带我吃火锅 我说这火锅太辣了 我说你给我买个水吧 我刚喊服务员 他告诉你 你先别喊 出去了 跑老远了 将近两三站 去一个那个 是打折的超市 给我买了一瓶水 饭店卖十元 超市卖三元 他拿了 人家还不让带水 个兜里出来的 鼓鼓囊撒一的 就出来下来了 然后把这水给我了 他告诉我 你快点喝 快点喝 快点喝 派人服务员说他俩 我就觉得我太丢人了 真的主持人 我要疯了都快要 不就啥丢人呢 你说就那十块钱的水 他不买 他非得去那买 然后服务员不让带水 就在我旁边围着我转 人家可能也不好意思说 不是这没啥呀 有多少钱 过多大的日子吗 这又啥了不起的呀 就我觉得他在每一个事上 都在玩命的时候 他现在主要啥的主持人 你知道吗 我现在生气了 不是他对所有人 都这样都行 这水我想解释一下吧 这水是啥事呢 他爸一整就老爱 搁外边吃 前两个月 那我搁外边吃的 就是不干净的东西 回去就拉肚子 他身体也不好 胃也不好 上回咱俩吃那活锅 我就怕他那水吧 就是不健康 大哥 水是在一个场子里 伸展出来的 一个场子有真有假呀 对不对 我让我就除了去 账户里的店 是一个财户 我跟你说 我能差这几块钱吗 你这点就特讨厌 你知道吗 我就承认 我差这几块钱 怎么也不丢人 我就想省这七块钱 我不丢人 对吧 我就省钱 我觉得不丢人 这有啥丢人的 你听他说 怎么了 他对我吧 他对我 要是对所有人 这么口 我认了 对不对 他为了过日子 我也想结婚嘛 那不假 人对他哥们 可老大方了 主持人 哥们跟他吃八回饭 吃饭洗澡按摩唱歌 一条龙全唱他钱 他告诉我 大家轮着 我跟他去八回 八回全是他 现在哥们都习惯了 吃完饭抽他 没单的 他接着去了 咱们之间就是轮圈 今天我请 明天他请 对对对 那赶上轮到我了 那我就得请了 我不能口啊 就是每次他给你去的时候 都轮到你 十四八四的时候轮到你 不是 一点真正 那就巧 敢巧的 你咋整啊 我还有时候吧 我那帮哥们有时候 有的条件不好 我还有的就是 咱们处的都挺好的 谁有谁就拿了 那都无所谓 你们条件不好 去唱歌洗什么脚啊 条件不好 吃完饭 该回家 回家该干嘛 干嘛呀 有时候那就是 那喝完酒 就兴奋嘛 玩事就是 赶上那了嘛 你看着没 刚才只跟我说 我家条件不好 现在他觉得 朋友条件不好 我条件行 我养大甲 多大 不是 卖花不了多钱 也不甜甜的 然后和我一个人口 和我先让口味来起 过来给你哥们买什么 不是 那咱俩是 以后是准备一下过日的吧 对 对 听明白了 女生发现了男生 很多小问题嘛 对 这个问题是在筹备婚礼 的过程当中发现的嘛 比如说有点要面子呀 有点绷着呀 为了面子 有些该商量的事 不商量 本来商量可能 能达成共识的 结果就把事 闹僵闹大了 对 不是这么点事吗 他要跟我商量吗 我能同意 不是 你也不一定能同意 他通知我 你那脾气咱也不好说 不是 他啥事他都说 啥事你不用问我 你做主吧 那我就客气一下 我又看你又说 我得找他商量了 你就真这么干 他啥他也不管 我领导发的通知的 都比你详细 你直接告诉我 订阵了 发个定位 结婚在这 我还得让你导航去呀 不是 那我不看 你有时候也太忙了吗 有些小事我能做主 我忙到这种程度了 哎 好 我的天哪 不吵了 不吵了 现在除了这些 钱的烂七八糟的事 其他的问题怎么样 外面还有别的事 不为人知的事 谁有不为人知的事 一开始啊 他那个手机 我随便看 密码也是我生日 现在都不是我生日了 而且手机一响 他巴不得把手机 顺床撇了 就啪啪我看着 啥时候那样的 就是出差 他有时候老去广州出差 我给他打电话 半夜站线 要不就关机 要不站线 站线大于关机 我问他干嘛 干我喝多了 我说喝多了 你还站线啊 喝多了给客服打电话呀 不是 那我有客户 那人家客户来电话 你不就去谈客户去了吗 对 那还有别的 当个面还得打电话呀 那就一个客户吧 就一天就吃一顿饭吧 大半夜给你打电话 不干别的了吧 客户啥也不干了 别人还给你打电话 有事吧 半夜有业务吧 那没事还哥的 也是客户呗 那小姑娘 不是 那是公司的呀 公司那咱就全男的呀 那我就不知道 你那大位全女的呀 那你这天天拿着手机 对着手机 各家呵呵乐 跟着我 就永远掉了个脸 不是 那是大位领导 我不得有时候得赔点笑脸吗 你刘维希也赔笑脸啊 哈哈哈哈哈哈 你又不是打视频 你跟着打字 你赔什么笑脸啊 不是 那有 有好几段是语言 你没看到 谈事你语言还赔笑脸啊 我问你 你能笑脸你不害呀 你别的我都能接受 你哪怕你视频会议 你赔笑脸去 你文字你赔什么笑脸 不害有语言啥的吗 那不都得乐吗 打字你乐得可挺开心 你跟我从来没这么乐过 其实说白了就是现在 你也不太信任你男朋友了对吧 他外面肯定有别的事 而且一说出彩 老兴奋了 晚上都睡不着觉的那种 不是 那咱不是 他现在就是 总有原因就是挑事 然后我现在很累很疲惫 他一点都不理解我 我现在反正也是压力特别大 我事也闹心 他再不理解我 天天找这事找那事的 我眼瞅着啥都定完了 要领事了 瓜家又不领了 又开始 又想说这个不行了 那个也不行了 我就不知道啥意思啊 他说呀 他现在吧就是 他现在对着朋友都说啥呢 现在他朋友所有人都知道 都劝他俩分 因为他跟他朋友说 告诉朋友 你就带我看看眼科吧 他朋友说你咋了 他说我好像是瞎了 我找他了 永远都是觉得他找我 哎呀 后劳毁了 那我咋不知道呢 我啥跟我朋友这么说了 反正就是现在可后悔了 然后我现在个家呢 就是透明人 我就学个苹果 故意把手指都学过了 他现在是我朋友前 我二人海拔 他人没听着说的 就这样我跟他结婚了 我可能在屋里谈话了 他可能都不知道 知道也无所谓 谈着呗 那你纯抬杠的媳妇 我要抬杠的话 我还听良心说 我对你咋样啊 心里没处吧 对吧 那你纯是抬杠 你纯是找事呢 你现在就是 你现在种种迹象表明 就是你现在想跟外面找别人了 你总跟朋友说 外面那么多女的 咱俩 我们俩就跟他呀 咱俩眼瞅要领事了 父母也见完了 婚都订完了 房子买完了 装修都装完了 你看我找别人下 你自己说的嘛 你不自己说的嘛 不是咱俩不说了嘛 咱都来这儿了 害死我呢 我又不想跟你再写了 我干嘛来这儿啊 那你老 我现在就需要你一个态度 你现在这个态度 我觉得你就是臭啊 赶紧通婚结 结完之后 你巴不得现在我婚礼 什么都不要了 咱俩都花十六块钱领个证 是不是 完全可太心了 我还想咋也不花钱领证呢 对吧 行 那把他不花钱领证 没十花钱的吗 再省点 十花钱不还能给你 你说你还想怎么省 你还想怎么省 对吧 那你要是还要呢 好好好 不吵 先问一个最核心的 你现在觉得他在外面 有情况了是吧 回应一下 有还是没有 没有 咱没有 确实没有 好 他现在天天跟你挑刺 你觉得他挑刺 是因为他不想跟你结婚 还是这事你办的不利索 我感觉我最近可能是也是 工作忙的原因 眼瞅着咱俩要结婚了 对他有点忽略了 对他有点少关心了 他就是找事 他存找事 他找事 对 而且平时他脾气各家 也是特别大 他让我蹲着我不敢站着 他让我站着我也不敢蹲着 他一直都这样的 就这强势 那你娶他干嘛呀 正常世界了 但是他仁好 仁特别善良 对我父母也特别好 就是有时候吧 有点这个女孩的这个小硬性 行 我帮你问问吧 婚房买了 买了 装修还满意 还行满意 都是他安排的 他告诉我什么都不用参与 我感觉我像个宾客似的 不不不不 你满意还是不满意吗 一般 这个不满意的在什么地方 就是我选的壁纸 他都觉得有点贵 他想买便宜的 他都买这便宜的 装完之后呢 就像我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所以连房子带装修 一共花多少钱 十了个 差不多 连房子带装修啊 不是 装修十了个 房子都有一百多个 差不多 这房子 他出的钱 他出的钱 我家说要给他买车 你知道主持人 我说我家想给你买车 你推荐个车 他给我推荐全一百多万的车 对啊 我这房一百多万 我这车也得一百多万 我当时以为他逗我玩呢 你不是说要买车吗 你妈跟我说的吗 我也买飞机的 你不让我随便挑吗 你妈跟我说的 让我随便挑吗 那你就这么随便挑啊 说白了就是 南房这儿已经花了一百多万了 对吧 我下面想问的 未来日子谁俩人过呀 我俩 那你们俩为啥就不能商量商量呢 他现在不跟我商量就是这样 那你为什么不能坐下来跟他商量呢 为什么不能好好商量呢 这事不是特别简单吗 房子也装了 都是普通老百姓人家 百事个拿出来也就算有压力 有还是没有 那都借钱 未来的日子还得过 咱就别绷着面了 到了这时候还要什么面子呀 最大的面子不是你们活的幸福吗 你们婚后债务少一点吗 你们婚后活的轻松一点 你们俩坐下来聊这事不就完了吗 你觉得酒席标准应该什么样的标准 说 他不听 我听 你说 我订了一个酒店 现在我像梦幻城堡似的 我不管像什么 你就说一桌多少钱 一共多少桌 一桌 四五千块钱 十桌左右呗 那党是相当高了 行 你们当地的分子钱是多少 这婚礼能收回分子钱吗 你们把它当买的都行 能收回来 那是能收回来 就不赚呗 那娶媳妇不用算这事了 你行了 你老是这个 你要的脸都是假脸 你知道吗 你要点真脸吧 兄弟 行吗 那就这么办呗 行 但是他这个 这个彩礼 彩礼十万块钱还加不加 在加呀 因为我想买戒指啥的呀 行 还有别的要求吗 没了 这婚纱照我都可以让一步 婚纱照不开了 行 那我们那个女方陪那车子 到底是多少钱的车子呀 我妈妈想的就是二来个 她不同意 就要一百多个的 我也不知道她要干啥 不是 我那会儿我没多和解 她妈说的 你就随便选一个 我那我那我只能喜欢好的 谁不喜欢不好 现在呢 现在就那好吧 二十多万那就行 那能不能这车钱 就直接给我们 我们先拿这钱都给了 然后那车最后再买 反正我寄在账上行吗 主持人 我感觉她这点 她妈就一直在给我画大饼 我妈给你画饼 对 一直给我画饼 我是现在一分钱看不着 就所有的什么 买房子装修啥的 现在全是咱家拿的 全是进来钱 你妈妈当时承诺的吗 你妈妈说现在我拿钱吗 承诺你现在看到了 一会儿看不着 不承了 你这边又这样打 你家里从来没说 你家条件这么不好 那么不好的 你妈爸爸当时给我承诺的 很大吧 怎么到你这儿开始 变得吝啬色的了呢 不是那咱俩过日子 你要娶几个呀 你跟我说实话 你要真娶得多 我给你省点没问题 不是那是咱俩 结婚的 还是跟我父母结婚的 我不知道你要跟谁结婚的 行行 就是你不要把他当时所谓的一时之快 为了促成这件事 就像你现在说的是气话 对吧 不要把气头上的话 逞一时之快 要面子的话 当成一个承诺 你们现在要真过日子的话 咱们就把这些承诺 能兑现的咱们做兑现 不能做兑现的咱们不对现 特别有意思的是 有些条件能达到的 还结不成这个婚 有些条件没达到的 反而婚结成 这个就跟感情有关系了 所以你们听听老师们的分析 看看这段感情应该怎么办 让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看婚事的风风光光 体体面面 有时候并不是 一定是前多前少 你们怎么让我感觉 婚事 似乎变成了菜市场的交易 谈婚论嫁 变成了彩礼多余少的较量 女方 原来收好十万的彩礼 现在一下就涨到二十万 突然的坐地起价 是有报复的元素在里面 酒店 您问她好不好吃 她说好吃 但你告诉她了 是在这里办婚礼吗 好吃的店多 如果你带她去吃了一个快餐厅 问她好不好吃 她说好吃 然后在这里办婚礼吗 这难道不好商量吗 她完全有知情权 因为她是结婚的主体啊 婚纱照也是同样的 这两件 很显然是对她的极不尊重 你们就是想逼她就范吧 我定金度交了酒店不能换 所以在这样的一种当口 她的这样的一个彩礼二十万 就变成了你们眼中 这样的一种毁婚型 但是对她来说 她认为 你做初一我做十五 另外还有 在这样的一个当口 她妈妈虽然说 我们陪降一辆车 您倒好 就往高的选 哪有这样的 确实让他们有一点心寒 您看在十月份马上就要办婚礼的情况下 一脚刹车 把这样的一个进城刹住了 这个是不是得不偿失啊 所以我想既然来了 大家好好商量 还是这句话 我们用最省的钱 我们用最真的情 我们把婚礼办得风风光光体体面面 如果说你在这方面还要耍小聪明 那我告诉你 毁婚就放在你面前 谢谢 先不去探讨你们之间到底有没有爱啊 因为一直也都没说 就说了你们要结婚这点事 不去探讨有没有爱 但是我听起来 你们这个想要结婚这件事 怎么特别像你俩一起商量的一场阴谋 真的是俩人一起商量 怎么从老家那抠吃多点钱 怎么才能让你家一百多万买个房 还得二十万彩礼 咱俩将来拿这钱得过日子呢呀 对吧 肯老啊 你也要你别等头 人家说送你们台车吧 您就一百多万 肯他的老啊 你俩互相商量肯对方的老 听起来你们的婚姻就是这样啊 怎么能让以后你们的日子过得轻松 多从别人那弄点钱 以后咱少点负担 是 现在很多父母希望孩子婚后生活轻松一点 能为你们准备的准备一些 可怜天下父母心 但是这样的赠予 像你们这样的夫妻 未来的夫妻 能赠予给你们将来婚姻生活的爱 幸福 能力和责任吗 我觉得赠予不了 反而养成了两个年轻人 好意勿劳 坐享其成 懒 贪 我就看到了这些啊 否则你自己都说里边家里全是债 借债结婚这婚还结啥呀 你们俩就不能有点骨气说 父母帮吃了点付个首付 咱们两个年纪轻轻的赚钱 我们还贷款行不行 让父母多点钱留着养老 吃点好的喝点好的行不行 就啃老啃成这个样子 还在那你一句我一句的吵 什么商量十万二十万的彩礼 真的年轻人好意思这么着吗 所以我觉得你们去捋捋这个事吧 先把这个事情想清楚 如果今天拿到了父母的赠予 吵成真的是鸡犬不宁 最后还结合在一起了 你们的日子怎么过 所以你们俩根本不是商量咱结婚的事 你们先想想自己这日子以后 怎么承担责任好不好 想清楚了再结婚吧 太早了 没到结婚的份呢 谢谢 结婚结婚 结字在前 婚字在后 结是一个动作 婚是一辈子的责任 虽然看似就是一个简单的过程 一场仪式 可是就是这一场仪式 揭开了多少人间真相 你去他们家做客过吗 去过 去过他们家跟他爸爸妈妈坐在那里聊过吗 聊过 当时他爸妈妈就说 哎呀就说你想要什么样的婚礼啊什么的 好 大主 你去他们家做客过 看过他们家的房子在哪个小区 家里面的装修是什么样的 爸妈的穿衣打扮是什么样的 他们家的家风是什么样的 你了解了吗 了解一些了 所以他爸爸妈妈是不是在给你画饼 你应该心知肚明啊 他们家到底能拿出什么样的彩礼 他们家到底能给你承办多大的婚礼 他们家到底能买多大的房子 你应该一眼能看得出来 咱都三十多岁的人了 是 所以应该你对这些所有的条件 应该是心知肚明的 嗯 那既然你心知肚明 你在这个时候坐地起架 是为什么呢 他那个家里 咱不说他说了什么 咱不要听人家说了什么 就以你去看到目测的这些来评判 你觉得他们家是不是诚意十足的取你 还是他们家住着好几层的别墅 然后就让你在那个小饭馆去办婚礼 就 我属于中等家庭吧 普通家庭 所以啊 嗯 你提出来的那些要求 你觉得它是能满足你的吗 当时他家里承诺了吗 我觉得 承诺 如果他真的家庭困难不行的话 我觉得我家可以拿辅助 但是他没有这个态度 我现在要的就是他对我的这个态度 你看 不是他在骗你 不是他在给你画饼 是你自己在骗自己 你干嘛跟自己较这个劲呢 拿婚姻这一辈子的人生大事 你自己跟自己较这个劲呢 你到底是要嫁这个人 还是嫁他们家的家庭条件呢 我理解这个婚礼和这场仪式 对于一个女孩子一生的重要性 对老师 你既然知道她的重要性 你既然知道自己要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你就不要去找一个给不了你这个东西的人啊 嗯 所以我说你自己在跟自己较劲嘛 我刚才为什么问你 你有没有去他们家坐一坐 看看他们家的家庭环境 如果你要没去 我不跟你说这些 如果你要去了的话 你就纯属在自己找茬 你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任 你要对自己的婚姻负责任 我了解清楚之后 我嫁还是不嫁 对 不能所有的摊子全支开了 然后发现不行 我得怎么样 我得怎么样 那这个时候她当然会觉得 你在矫情啊 你在找事啊 你在找茬啊 嗯 你用这招去治她 你得到的是什么呢 你为了得到以后在婚姻生活当中的话语权嘛 没有用 对 最后让最后别扭和难受的是你自己 对 婚礼没办舒服 婚纱照没拍好 钻戒也没有 什么也没有 你要有骨气就不结这场婚 不结你今天来都不会来我们这儿 但这婚你又得结 闹来闹去 不好看的是你自己 嗯 还有一点 说到最根本的 就是两个人的感情问题 真的相爱 在结婚这个阶段 找事的都是家长 这俩人永远都是相互折着 咱俩怎么把你爸妈哄好 把我爸妈哄好 所以你们两个人好好反思一下 你们的感情是否水到渠成 已经到了该结婚的时候 好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我家呢 有一口箱子 四四方方的很简单 白木的 没有油气也没有花纹 就我妈特喜欢那箱子 把那些什么字画呀 什么东西都往里面放 跟我说那张目的 虫子不咬 后来有一次我爸喝醉了酒跟我说 说他当年结婚的时候啊 没钱 然后呢 实在是一点东西都没有 后来说去找人去买了一棵张目的树 自己劈了板 做了一口箱子 端着那口箱子去我妈家提得起 真的只有那一口空箱子啊 没别的 但那口箱子是张目的 那意思就是你看我这还 还多少带的东西 今天听了你们这故事 我就想起这口箱子 我在想 什么是穷人的体面 他一定不是打动点虫胖子 他一定不是死要便子活受罪 他一定是我让你知道我穷 但是我也让你看到我竭尽全力 你现在就真的是 你明明已经竭尽全力了 但你还是让他觉得你没有竭尽全力 为什么 因为你一直在充阔了 说实话我不觉得你家穷 你家这个资料获利里面 已经一百多万砸进去了 哪怕借的钱 也不能算穷嘛 就他说的一样 住的人家至少也有嘛 那为什么 这个穷人的体面就被他拿出来 就是说你 这个姑娘我虽然能理解你 但我真的觉得你不聪明 有几点不聪明 第一点不聪明 他那么明显的大重点虫胖子 你是真不知道还是真不知道 我觉得他就是不想花这个钱 我觉得他有 他肯定 你看看到没有 他觉得你有 你们家欠了多少钱 你跟他说了吗 我说了 我不行了 所以你不聪明 我省其力了 所以你不聪明嘛 他们家的条件 你看一眼 你不知道他们家 能不能拿出那么多钱吗 那个钱 他的工资多少钱一个月 他能攒下多少钱 你算不出来吗 有没有钱这个事情 难道你不知道吗 第一个不聪明 第二个不聪明 你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刚才 赵川老师随便给你们一说 那个酒鞋啥就解决了 你那二十万的车 比如说不说二十万 十五万 你说拿来做赔价 就现金拿来做赔价 是不是你这个婚就结了 但是你没有想过 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我只能理解为 你不想结这个婚 但你又说不是 所以 是不是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这是第二个不聪明 第三个不聪明 我觉得你真不会做人 你是在逼他吗 你是不是在逼人爹妈吗 你要一个戒指张口 要多要十万 让人爹妈怎么想你 彩礼翻一辈 人爹妈跟左里右手一说 说我媳妇 零结婚前房子装修好了 零结婚前彩礼翻一辈 所有亲戚朋友怎么想你 你是不是不会做人 如果要是我是你 我这个也可以省一点 那也可以省一点 回头我们省下来钱 就说买一个戒指 或者买个镯子 回头阿姨你给我戴手上 那就算你给我三斤了 这不就完了吗 都走过去了吗 嗯 我是不是的点是啥呢老师 我知道你的点是啥 你觉得他有钱 你觉得他抠 嗯 问题是他现在真没钱吗 嗯 你临到结婚的前夜 你还没敢相信你老公有没有背着你 有钱还是没钱 有没有借钱 他们家借的钱是不是故意忽悠你的 你还在怀疑这个事 那这个婚结他干嘛 所以得饶人处且饶人吧 一个人啊 你样样事情逼 而且你逼啊 逼人 所有事情要逼在前面 你不能临了的逼 临门一脚的时候再去逼人 那就是你不厚道 嗯 你也想想吧 就这样 谢谢老师 谢谢路奇老师 这事儿齐根是你做坏的 我都爱他 我觉得你也没那么爱他 你用的手段 基本上面就是所谓的招数嘛 你具备一个礼拜送一束花的经济能力吗 你不具备 这就叫欺骗 你是拿钱给他砸到手的 你又不是用爱给他弄到手的 把人姑娘头先砸婚了 砸婚之后姑娘清醒了 发现完了 要不然我就凑合了吧 那当然开始就是钱这点事儿嘛 要那臭面子 那都根本都不叫要面子了 你在婚前干嘛要这样 你们俩应该重新看看是不是有爱情在 结不结婚我都觉得在其次 你想想你的作为 半夜三更的打什么电话 谈什么买卖呀 你自己琢磨 来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其实你相信我 咱家确实都已经尽力了 那我知道你之前对我不信 是因为各种原因 你又吵又闹又挑我这事那事的 那我但是我感觉咱俩这长时间 我对你的感情一直都没变过 那我是那个之前有公司的那个小姑娘追过我 但是没有实质性的吧 我不是非得要你这十万钱 我家里也没那么势力 我我妈妈就觉得如果一个男人有十块钱 愿意给你花九块 这个人就可以嫁 不图的钱什么的 但是我现在感觉你对我的态度 我有点接受不了 我要的只是你一个态度 我我现在我终于明白了 刚才几位导师也说了 我我我态度我指定改 我是以后车啥的我都不要了 你不用给我过了 就说你要啥我全满足你 又来了 要啥等满足吗 我要戒指 我要四五千一桌的婚礼 所以说你这家伙真是张嘴就来 行了 回去吧两妹 好好想想要不要出来 不一定今天非要在这个舞台上谈清楚 真的开始谈判应该是下了这个舞台 好好考虑一下 好吗 好 谢谢两位 谢谢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登陆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来吧预测一下吧 我估计双出的可能性很大 我觉得他们爱的基础也不够 然后对待婚姻的态度也不端正 就都别出来了吧 回去好好想一想吧 双出 我是很建议两人都不要出来 先稳一稳再说 来吧 看看他们自己选择了 怎样一种结局 请开门 感谢观众朋友 谢谢观众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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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聊一次 沟通的好 咱们继续往前走 沟通的不好 咱们还都有机会 回去想怎么谈 好吗 好 谢谢你秦辉 好 你们这次助力助的特别好 这一脚刹车踩住了 这段情感 弹得好 那就算稳下来了 弹得不好 这脚刹车也踩得好 省得他们超速通过出车祸呀 来